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在2021年,批用帕特基辛格Pat Delciner成为执行长作为救星来到英特尔,试图拯救这家病入膏肓的公司。 月前,基辛格在谈论2025年要做的所有事情时,坚决要求美国商务部加快步伐,按照美国晶片法案的承诺向其提供资金约85亿美元,再加上美国国防部提供的30亿美元。 这笔钱,据说对于提升英特尔俄亥俄州的晶圆厂,和在2025年下半年推进其英特尔18i工艺,及其自认等效业界1.8奈米晶片制造工艺,至关重要。 但最终,晶片法案补贴,被削减至78.6亿美元。 另外2024年,英特尔股价已下跌约50%,而大多数主要股市指数都上涨约20%或更多。 此外,还有令人不安的谣言称,季辛格不得不向董事会重新推销他的公司计划。 这些计划包括处置FPGA晶片部门、Oterra等资产,以及在全球各地晶圆厂推广股权释放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备受尊敬的半导体高管和投资者陈立武在今年8月中旬辞去英特尔董事会职务。 据报道,这是因为他在公司复兴计划上与基辛格存在意见分歧。 2023年10月,英特尔董事会要求陈立武审视公司的制造业务。 据报道,陈立武对官僚文化、庞大的员工队伍以及合同制造的方式感到沮丧。 陈立武的离职是在英特尔公布2024年第二季度糟糕的财务结果后不久披露的, 同时宣布的计划包括裁员1.5万人,占员工总数的15%,并大幅削减资本支出,包括推迟海外晶圆厂专案。 随后,基辛格加速推进其代工战略。 据称,他已经说服董事会,在任何潜在的出售之前,他建立的英特尔代工制造部门的计划值得花费更多时间。 引发争议的是,现在强行放弃英特尔代工厂,可能会摧毁该业务中所定的剩余价值。 这甚至可能有效地摧毁该业务,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官方愿望。 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希望有一个美国本土的领先晶片制造来源。 而目前,英特尔是唯一接近这一目标的希望。 然而,基辛格也表示,英特尔代工制造部门将作为一家子公司营业。 这将使分拆更容易,并可能使这一结果更接近实现。 不幸的是,这也暴露了英特尔代工厂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是多么有限。 另外,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结果让人相当无语。 除了英特尔,估计没有哪家公司曾在销售收入133亿美元的情况下,宣布净亏损166亿美元。 诚然,其中一些亏损是针对税务负债和商与损失的会计减值。 但也有一些是针对减三费和未充分利用的晶片制造设备的摊销减值。 还有一种财务策略是先将所有坏消息和负债清理干净,以便能够看到增长的恢复。 但基辛格无法告诉投资者,2024年第四季度或2025年会有多大改善。 只是告诉他们,2026年有希望迎来更好的时光。 相信正是基于现实的这一预测决定了基辛格未来的命运。 英特尔杀月初突然表示,公司执行长基辛格已退休离职,并离开英特尔董事会,彻底出局,成为历史。 这一消息有些突然,也让业界充满了疑问。 英特尔接下来会做什么? 公司是否需要先找到一位执行长来取代基辛格,然后再决定是否按照投资者的要求寻找英特尔代工厂的买家? 基辛格是否被献祭给了股价之神? 他是否只是一个不幸的将领,将被另一位将领取代,但仍执行同样的计划? 伴随着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陷入困境的晶片巨头英特尔,股价跳涨约5%。 然而,无论是英特尔领导层还是营运结构方面,都没有明确表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此股价很可能会迅速恢复下跌。 问题在于,英特尔能否同时成为代工厂并生产客户愿意购买的处理器晶片? 就在几天前,基辛格还在大谈特谈英特尔晶片在AIPC上的优势,但其也表示他们希望成为一家大规模的西方代工厂。 对此,基辛格已经谈论三年,却始终未能让股市满意。 据海外媒体WCCF Tech在12月上旬报道,虽然英特尔将其最新的Intel 18A制成工艺视为逆转公司颓势的关键,但是韩国媒体最新的爆料显示,Intel 18A目前的良率仅有10%,也就是说还无法达到量产阶段,这也震惊了市场。 其实在今年9月,路透社就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英特尔的代工制造业务在与晶片设计大厂博通的测试失败后遭受挫折。 博通进行的测试涉及通过英特尔最先进的Intel 18A制造流程进行测试。 然而,博通在8月从英特尔收到这些测试晶圆,在工程师和高管研究结果后,该公司得出结论,该制造流程尚不可行,无法进行大量生产。 最新的报道称,博通Broadcom是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Intel Foundry的主要客户,对Intel 18A流程完全不满意。 博通的工程师声称,该工艺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与较低的粮率有关,似乎粮率仅有10%,博通似乎已经取消了与英特尔的订单,现在正在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 根据英特尔几个月前公布的数据显示,Intel 18A的缺陷密度D0已经达到小于0.40DEF每平方厘米。 不过,据业内人士透露,D0小于0.2才算入门,小于0.1才能量产。 随后,为了确保Intel 18A制程在2025年的顺利量产, 英特尔宣布,跳过产品化Intel 20A节点,提前把工程资源从Intel 20A投入到Intel 18A。 该制程将采用Intel 20A上就已经完成的Ribbon FET全环绕炸机电晶体架构和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在今年9月下旬,英特尔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的Enterprise Tech Tour活动中, 首次展示了其代号为Clear Water Forest的西洋晶片。 随后在10月,英特尔又已经向联想等合作伙伴交付了基于Intel 18A制程的Panther Lake CPU样品。 从时间进度上来看,Intel 18A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量产, 虽然目前还有一些时间,但是如果现在量率真的仅有10%的话, 那么2025年上半年很难实现大规模量产。 这似乎反映了Intel 18A的低良率和晶圆代工业务接连受挫, 或将是导致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被退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随着基辛格的离开,英特尔可能考虑出售晶圆代工业务。 总体而言,如果基辛格在4年内完成5个节点5N4Y的策略是正确的, 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而且如果英特尔能够凭借用于AIPC和其他机会的卓越处理器 重新夺回市场份额,那么西一代执行长任命的正确时机可能是2025年中后期。 董事会是否希望找到一位能够推动英特尔代工厂分拆的执行长? 1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承诺可能会吸引买家,但潜在的买家寥寥无几。 监管方面的担忧可能会使这样的交易在繁文入结中拖延多年, 这对其他业者来说是天赐良机。 因此,唯一可行的前进方式可能是将英特尔代工厂分拆成一家独立公司。 但除了美国政府之外,谁会资助这样的公司? 另外,投资者是否明白,在基辛格离之后,任何改变的后果可能仍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全显现, 并开始影响利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